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云潭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3096天》 这部电影改编同名字传小说 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个小女孩纳塔莎 被囚禁八年的挣扎和逃脱的过程 影片采用了倒序的手法 影片开始便是一个美丽的女孩滑雪的场景 心里念出了那句贯穿整部电影的主题句 我们两个人之间只有一个人能活 毫无疑问那个人一定是我 随后便被一名男子监视进卫生间 卫生间企图求救的场景 镜头转入纳塔莎小时候 小时候他有爸爸疼爱 爸爸喜欢带他去酒吧 妈妈给他买新衣服 小时候就却见了他 因为和妈妈的争吵中一个人出门 结果被一个男子抱上车炉走 男子将女孩囚禁在极心设计的地下室 醒来的纳塔莎当然免不了一顿敲门求救 然而并没有人鸟他 男主终于来了 并给他带来了床垫以及吃的 接着男主给小女孩讲睡前故事 在男主要离开时 小女孩竟然求了一个晚安吻 并说每天晚上妈妈都会给他一个晚安吻 我看着真是很害怕呀 万一性侵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外界 纳塔莎的失踪案闹得沸沸扬扬 警察也展开了调查 然而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所以靠警察破案逃出几乎是不可能了 囚禁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在地下室里吃喝拉撒 被男子用摄像头和监听器监视着 他每天数着数过日子 分不清白天与黑夜 他以角色扮演和看书来娱乐自己 男子除了在纳塔莎哭和反抗的时候是一包型 其他时候竟然对他还挺好的 条件是他服从他 慢慢的纳塔莎逐渐长大 立嫁也来了 他第一次申请上楼去洗澡 男子小心翼翼带着他上到地面 他终于看到了阳光 也看见了希望 一切得到都是以他的乖巧和服从作为代价 终于他要求纳塔莎和他一起睡 那天晚上他们手绑在一起 没有发生任何事 某一天因为在酒吧被陌生女子共舞 挑起了性欲 他回来便破了纳塔莎 在他们的新婚之夜 纳塔莎问为什么会选中他 男子终于道出了原因 一切都是因为在超市里 见到了他的一个微笑 所以因为他精心布置了这个密室 所以说不要轻易对着摸成男子微笑 很危险的哦 在男子时而温情 时而暴力的相处下 竟然过去了八年 这时的纳塔莎成年了 镜头回到开头的求救场景 经过长期乖巧的表现 他带他出去滑雪 求救失败 因为找了一个语言不通的人 在爱乖巧的等待中 他终于在男子放松警惕时 逃出报警 就这样结束了八年的囚禁生活 男子也在纳塔莎逃出的第一时间 选择了卧鬼自杀 这部电影实在是太过清淡 看完电影并没有多恨罪犯 竟然觉得只要他乖 他不打他 其实对他还是挺好的 毕竟他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了八年 依赖心理和日久生情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对自由的向往 对生的业望 他必须又要赢得这场两个人的战斗 最后他活下来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